你们是否遇到过元气世界当中的老赖啊 看见你材料多 然后就说你是破解版 来来来 今天就到你们见识啊 我用这个号也是粉丝大佬的号 它到底是不是破解版 还是那句话 元气骑士 我只玩 正吧 好了 接下来直接步入今天的阵体 盘点最强红武 我个人觉得排在第八位的是我们的定海神针 这武器有三种形态 每种形态的伤害都不一样 第一种形态配合反弹天后的话 那简直就是防御中的神器了 第二种形态 只要手术快 防御和攻击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至于第三种形态配合攻速的话 防御加攻击 那绝对是最巅峰的形态 秒boss绝对是信手连来的事情 排在第七位的就是我们的大巫师法杖 这把武器主要吃闪弹天赋 它这个闪弹类的子弹有四种颜色 和彩虹加的零算得上是我们一种性质了 只要子弹够快 这个boss被冻住之后 加上这个伤害的子弹 那绝对是无法动弹的 更别说秒boss了 只要靠近boss之后 全方位的攻击它那绝对是爆表的伤害 排在第六位的 我个人觉得是国王的心枪 这武器也是吃闪弹链的天赋 只要配合攻速它这个伤害 直接可以秒boss的 非常的爆炸哟 排在第五位的 我个人觉得是我们的惊喜也太大 这武器在打boss打小怪有一种特性 要是再配合狂战士雕像 这伤害直接秒掉太强大了吧 排在第四位的 我个人觉得是我们的盾牌 这武器防御极强 只要不是从地面攻击 或者说激攻攻击都是能防御住的 比如说雪刀王这个雪球 或者说闪弹类的子弹 都是可以防御的 因此它的强大毋庸置疑 排在第三位的 就是我们的咖喱棒了 这武器唯一一个缺点就是需要虚力 但是它这个范围攻击 加上它的高伤害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在打boss 或者说打成片的小怪 那是非常的民主选择 选咖喱棒就没错了 你看这个伤害也是非常不错 排在第二位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的惊喜也战锤 这武器在打boss的时候 也是有一种特性 就是因为它这种特性的话 打这个boss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有时候可以把boss禁锢到里面 被禁锢在里面的boss 绝对是抓狂的感觉 关键是这个伤害也是非常爆表的哦 当然排在第一位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昌龙魔杖了 只有昌龙魔杖在秒boss的时候 只要是满配天赋 啦 简直就是七周加愉快啊 你看我们平时跳过来跳过去的优力王 近身之后直接被秒的 一根毛都不剩 接下来我们就拿几个boss来试验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巨像阻拦 在昌龙魔杖的高爆发下 这巨像阻拦直接轻松愉快被秒 再比如说我们平时比较嚣张的阿鲁比斯 他的散弹数量非常多 但是在我们昌龙魔杖的情况下 哎 看见没看见他在哪里就直接被秒了 哈哈 再讲了 再看看我们平时比较嚣张的雷射幽浮发射的激光 我们根本是扛不住的 但是在昌龙魔杖面前 也是直接被秒啊 最后啦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非常嚣张的瓦克恩头目 这家伙平时不得不说哈 不仅伤害高 而且血量也好 还有超强的激光伤害 但是在我们那个昌龙魔杖的面前 也是经不住扛的 说实话我们的昌龙魔杖真的是太强大了 排在第一十字名归名副其实啊 当然最后我要说一点的是 比我们昌龙魔杖还要强的一把武器 那就是曾经的雷剑啊